现年41岁的吴小庆平时从事电子商务 但闲暇时刻却是一名手工吸管艺术老师 他在大约半年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利用吸管进行艺术创作 觉得有趣就开始自己动手学起来 没想到他越学越有心得 还加入自己的巧思创造各式各样 像虾子 蜈蚣 蚤蚣 天鹅和龙等等多种精致的动物艺术 由于吴小庆的吸管艺术越做越纯熟 他最近也受邀到甲板举办兴趣班 教导小孩子一步步化腐朽为神奇 吴小庆也建议父母可以一起来学习 因为吸管艺术既考创意又考耐性 能增进亲子关系 也给家长机会磨练孩子的脾性 你可以加工可以自己做很多款 他原本只是很简单的赞助的狗 你也可以做给他挑起来 比如讲家长能够陪小孩子学 也可以增进这个亲子关系 因为这个可以两个人互相研究 吴小庆说 更理想的是 人们可以回收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过的吸管来创作 就能减少垃圾和污染 并且富裕旧的物品新的生命 他还说 其实吸管艺术还能配合很多循环物品 如塑料瓶和盖子等等 来使作品的种类更加丰富 但这需要更多的巧思 而他自己也还在摸索研究当中 NTV7 霹雳采访报道